大家好,我是小小涛 今天呢老王过推荐了一款这个暗黑恐怖解谜像的游戏 叫Limbo啊,咱们现在呢来试玩一下 哎,这太恶心了 我已经听到了右边来的脚步声 你想干嘛吧 那砸我啊,小鼻 咱们先看看你这什么套路 没跟我没什么关系啊,这会儿 哎 咱们上去看看啊 咱们直接就跳上来了 咱们又跳上来了 哎呦,我操 啊 咱在解救这个小男孩啊 刚才那两个人是不是犯罪嫌疑人啊 怎么回事 我还得再踩 应该是这个吧 我再上个把它给踩了 我现在逻辑是这样 但我现在不确定这个 把这个小男孩救出来有什么用 那你顺着这儿能上去吗 顺着这儿你也上不去啊 崩了 啊 他就跟这小男孩男孩没关系 这跟这箱子有关系 nice啊 聪明如我呀 兄弟 那这小男孩就 见死不救了 那不太对吧 那不太对吧 崩了 我马五秒钟之内死了 这什么东西等等等等 塑料瓶 蛤 这不会淹死啊 这里都是水啊 卧槽 我就知道有问题了 啊 得让他淹死 那 那我也死了呀 哦 我不用动 哎 我是智障啊 咱俩跳 不是你们就一个个送死 什么意思 哎呀 这不就过来了吗 这个音乐他就离谱 哎 他是搞这种 啊 怎么着 啊 你就是你刚才害我 你狗人 我先种一下你的技好吧 你不就想让我进去吗 我进去 哎 我就知道 哎 我就是想看看 你有什么技谋 你这孙呗 哎呦 你想 你想勾引我 机器 这也躲不开呀 来来来来 给我当个电被的 啊 为了防止我一会进去 我得推你 哎呀 哎小逼玩啊 跟我斗智斗勇 打得不弄死你 哎呦 你看我带了一小朋友来了 你就走了 是不是 哎这 哎呦 哎呦 这个绝逼 我又死了 呦 不是怎么这么恶心啊 呜 哎呦 小逼 请告诉我这个游戏的结局是做 请告诉我这个游戏的结局是把他杀了 我蹭蹭 啊 他得跳到中间那会儿去 哎呦 套路 what the fuck 哈哈哈哈 我这游戏搞套路 你说这样谁能想得到啊 怎么还射我脑的呀 哎呦 哎呦 我操这第一个 我怎么知道他从第一个开始了呀 哎呦 有毒吧 我贼自然的就走上去了 你知道吗 那 哎你们跳不 哎呦 我忘了呀 我本来以为第一个小兵跳不过来 我崩了崩了 先走边上 我跳哎 你们两个蠢猪 卧槽 你不知道了吧 哈哈哈哈 哎呦 这怎么放大了 这别又落下来啊 我这这个游戏这儿要再落下来就非常搞你 你知道吗 这是在有一阵 然后你踩着这个 你踩着这个 你踩着这个小黑点 他再给你这个就非常搞人了 哎 这个游戏可以单单的多设计 今天呢就给大家先玩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想看我继续玩这种游戏 或者继续以这种初见像的形式 给大家介绍一些游戏呢 请在弹幕和底下评论中告诉我啊 我是你们的小小涛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是这个了 我们明天再见不见不散 Peace